室內網球場選手賣力揮拍 為比賽暖身 不過腳下卻有一灘水 他現在越露越多耶 這裡一灘走幾步又是一塊濕 只得封面影響台北連日大雨 世大運室內網球場內 跟著下小雨 市議員會堪直批拉擦 第二塊球場那邊 他可能屋頂有點漏水 有時候雨下太大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漏水的話 場地是濕的 所以你比賽沒有辦法進行 第三盤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因為漏水 然後休息大概20分鐘 他幾乎第三盤不能打 然後因為休息 所以又讓他有機會這樣 我覺得滿扯的 開心球場打球得躲雨 連賽事都受影響 錯失進攻機會 看一看四面球場靠牆位置 幾乎無一幸免 網球中心不只室內網球場漏水 而且我們來到了地下停車場 可以看到地上全部就是 滿滿的積水 而且還得要出動 像這樣子一個大水桶 來接天花板的漏水 進水口的部分 接縫的部分是說 稍微說是我們要做點加強 那麼這部分的話 只要三天之內就可以解決掉 確保之後 沒比像颱風季 或者說真是塞會前 都不會有問題 室外足球場 雖沒有漏水問題 但照明設備 也在測試賽時 傳出發電機跳電 現場無法開燈照明 導致比賽二度中斷 還延後一個半小時結束 倒數62天 兩艙管平凸齊 也讓人不禁為兩個月後的市大運 捏把冷汗 記者董優俊李逸璇 台北報導 飢館 海島尹 ーー